交通理修法规定4岁以上乘客搭游览车应系安全带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 交通部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近期将完成法制作业预定11月1日起 4岁以上乘客搭游览车应系安全带但可能明年初才有罚则 根据交通部修正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4岁以上乘客搭游览车一律系安全带 若搭国道或公路客运车辆行驶国道或快速公路时乘客强制系安全带 交通部路政司长陈文瑞说 因相关法则要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通过后 才有依据新修正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实施后会先加强宣导 交通部同时也会请公路总局加强监督业者是否落实乘客上车后 以影音或标示提醒系安全带若未落实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至9万元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议预定这会期讨论都为立委提案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 交通部的版本也会一并纳入 渴望年底前通过明年初实施 根据交通部研理的版本 业者若已尽告知义务 乘客人未系安全带 游览车行驶于一般公路时可罚乘客1500元 游览车客运行驶国道或快速公路时可罚乘客3000到6000元罚环 请不吝点赞 论客车行驶行驶 Quality